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想吃些不一样的 不如我们来做米饭蛋饼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赶紧关注我并且直接收藏食谱吧 不然划走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米饭杂豆午餐肉和鸡蛋 午餐肉切粒 把全部材料倒入碗内拌匀 倒入全部馅料小火煎成形 底部定型后切小块翻面 是什么 出锅前沿着锅边淋上酱油 煎片刻就可以了 开吃了 隔夜米饭这样做简单又美味 还很饱腹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免费上传心食谱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